一般的居家空間 大部分都是三房甚至四房 但是總是會有一個房間 它是閒置的 包括有時候我去我朋友家 他們都覺得說 這個房間怎麼辦呢 都空在那邊 就拿來堆雜物好了 其實這樣是滿浪費空間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實用住宅改造達人建置 來幫我們解惑一下 想說那個空間 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好 那通常這個 多的這個房間 我們會希望把它設計成 多功能的房間 基本要至少是客房 過房 對 就至少能睡覺吧 是 然後再來就是它可以兼具 書房跟工作的空間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 很多的電腦或者一些書籍 還有一些文件 你放在客廳跟餐廳其實太亂 不好整理 對 所以你有一個多功能的房間 你把這些東西都放進去之後 你在整理上面 還有在視覺上面 你至少不會影響到這個公共空間 所以這第二個功能 那第三個功能我覺得 基本要有一個儲物的功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房子 在玄關不適合 沒有放太多的比較深的櫃子 有時候一些閒置的電器 你需要有一些空間可以排放 那有時候這個多功能房 我們會利用多功能房的這個牆壁 或是打掉某一道牆壁 然後讓這個櫃子 跟整個牆壁做結合 建置才三種耶 你不是說多功能嗎 其實可以超過三種耶 那你問不早講 對 好 我跟你說 其實這個多功能房 我覺得有時候可以放琴房 因為有時候 講真的鋼琴的一個擺放 在公共空間也會滿佔位置 對 那有時候你放在琴房裡面 你放在多功能房裡面 你知道隔音效果也比較好一點 是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好多了一個了 另外一個可能也是你喜歡的 就是可以當麻將監 我不會打麻將 你不會打麻將 像我有客戶 他就是一年可能就打那一兩次麻將 然後他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藏一個麻將桌 在這個多功能房裡面 那你真的有需要 他可以有一個秘密的空間 可以使用 因為這樣也不錯嘛 如果打麻將的話 也會有聲音 不會吵到外面 對 還可以再多一種嗎 可以 其實我們也做過小孩的遊戲史 然後甚至他可以成為一個 教育小孩的一個 有點像讀書空間 因為你可能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放個擺板 它就是一個讓你 讓小孩可以很 獨立發揮的一個空間 那這樣聽起來是真的不錯耶 所以我們剛剛進 至少三個加兩個以上的功能 所以有五六個功能 差不多有六個功能囉 所以真的就叫做多功能房 對 這樣你多功能房 怎麼樣的去收納擺放 也不會壓迫到你的客廳跟餐廳的 整體規劃設計 對 可是那有這麼多種的多功能房 那使用起來有沒有 一些小配方還是什麼 很多 我們在這種多功能房 我們常常在局部的空間 做一點架高的設計 這個架高的設計 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它可以取代床 因為那個床 如果經常放在那邊沒有人睡 也不行啊 它會有整理的問題 對 好 可是那這個空間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定要好整理 是 要方便清潔 對 因為多功能房 我們也一樣就是說 盡量所有的櫃子 做門篇的設計 是 你還是要局部有一些燈光 所以這開放的這個櫃子的範圍 不要太大 因為你當你太大的時候 你的縫隙就很多 那可能就 你光這個機制的灰塵 要打掃比較麻煩一點 對 那像我們這個案例 它是比較特殊是 它連床墊都整個上限 收到櫃子 收到牆壁裡面 也就是說 你看這整個面 整面的牆壁 其實有藏了一個床墊 床架 床墊在裡面 然後它旁邊的櫃子 可以放衣服 那最主要是 旁邊的這些門篇 都是造型化來處理 那至少你很少使用的時候 這些櫃子有門篇 也可以排除這些灰塵的 這些問題 那打掃比較方便一點 真的是這樣子耶 如果說平常沒有人住的話 其實那個床是可以上限 而且根本沒有人發現 那邊會有一張床 對 而且你看 這個案子中間 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其實主要是 希望這整個採光 也可以納進來之後呢 然後讓這個光線 也可以反射到 我們的餐廳或公共空間 這就是所謂的 這個空間感了對吧 沒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中間 空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萬一平常 這個人要來這邊 譬如打麻將啦 或者是說 在這個地方也許 放個小沙發 做休息的使用 其實也蠻方便的 也就是說這個床 它當它有機會 被收起來的時候 這多功能房 它能夠運用的方式 有更多了 可是見識 你剛才講的這個多功能房 都是一個獨立空間 我可不可以讓我的 多功能房看起來是通透的 而且讓我們的這個公共空間 看起來又更寬闊 有沒有什麼設計的重點 有 其實如果你想要讓多功能房 它有通透的感覺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裡面絕對不可以亂 因為你一亂的時候 你一通透 反而就是把缺點暴露出來 完蛋 對所以我們常會問客人說 好你這個空間 你會不會塞很多東西 或者桌面會不會很亂 那如果這個前提能夠顧及到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多功能房 用玻璃做隔間的穿透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不同的案例 像舉例來說這個案例 我們背後都整個是清玻璃的方式 所以你不會看到有很多格子的線條的感覺 對 這是現在的風格 那另外這個案例就是 它有一些做一點美式格子的樣子 也就是說 利用格子窗的概念去讓它有些穿透性 但是它又有一個整體背牆的一種設計感覺 這也滿重要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局部透空的方式 對 也就是說或許你還是一個背牆 但是也許你不用全部穿透 你可以用半穿透的方式 讓這個空間它有一點穿透感 但是它又可以顧及到 這個所謂隱私性的問題 所以剛剛前面這樣提到就是說 你就算是通透型的多功能房 它都有不同的通透的設計方式 去帶到這整個空間的一種旗感 好今天聽了建置的解說 其實呢我們能夠了解到 這個多功能房不是只有三種 甚至四種五種六種 那我相信呢各位觀眾朋友們 有對於很多關於裝潢 或者是功能房的問題 都可以對我們的這個建置來 提出疑問呢 或者是對它挑戰也可以 那麼今天謝謝建置囉 謝謝